你觉得今天这个会场活动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个人感受 中国 B圈回来了 这次升为了还不只是B圈 有 各种圈都回来了 比如说AI或者Web2 Web3各种 老外这帮人弄了很多 不好的事最近 因为我住在美国硅谷 就是FTX 崩了 Genesis BlockFi Celsus 有三件 帮到LUNA 这些老外的信用 继续崩了 然后美元也在崩 加息也加到今天 这样了也崩了 然后我们 中国最近 这疫情扛过去了 然后 然后呢 现在要在重点搞经济了 国家也是这么样 我们 民间也是这样 是吧 我们就跟着玩呗 跟着回来一起玩呗 但是我觉得 这主要还是国家把对香港的政策给的特别好 因为香港这么一整就变成了一个沙河 然后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呢把从新加坡回来的钱 包括从瑞士回来的钱 从大陆一起搞的这些钱都从这里搞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挺好的 本来我是旅游来的 遇到了就会 然后我很惊讶 然后我就想 可能 可能我得回来了 您是要从美国回来了 可能回来了 回来干点啥事呗 首先就是不是不单纯币圈了 我觉得未来趋势就是 中国有很多的名言企业家或者是小企业 网红博主 打做游戏的 做出海的 都可以通过香港这个 数字金融的这种渠道来 发币 因为香港它放开了 是吧这是合法的合规的在香港做 可以吸入全世界的钱到香港来投资 是吧 您觉得那现在大陆的一些项目方或者机构 他们会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全部涌向香港 有可能 你看今天我看了一下 今天多天前天三天来香港的人 每天去70万人次 中国14亿人 这个数量占比会费 就是香港会变成一个 特殊的 中国连接全世界的一个新的桥梁 这种东西啊 这个已经明确了啊 你全世界的游 游走在外面的钱也会慢慢回来嘛 回来了以后呢 下一步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到 全世界现在中国人已经占领了 美国呀 加拿大呀 澳大利亚呀 就是你看你西海岸的所有的豪宅就中国人买了 我们之前派出去了中国派出了几百万人在全世界买房 占买地买公司 但是毕竟那是国外 中国人还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点啥事 那香港是最好的地方 所以这次我觉得机会非常大 我就是瞎说 我也不是搞技术的 不是搞技术的 觉得看到趋势 趋势很好 谢谢